6月29日起 上海辖区内无中风险地区且近一周内无社会面疫情的接阵 有序放开餐饮堂食 当天 中兴设计者来到上海市中兴某商圈 看到现场食客络绎不绝 不少餐饮店门口已有序排起了长队 不少餐饮业商户表示 恢复堂食首日的客流量基本达到预期水平 对未来的经营状况持乐观态度 还挺顺利的 因为我们为复工复产做了挺长时间了 一直守着卫生 完了准备消毒的 场所消毒 每天24小时员工核酸上报什么的 做了很长时间了 心里还挺高兴的 已经两个月没堂食了 还非常乐观 往后会越来越好的 人肉会越来越多的 我们生意现在相比之前 风控之前的话 可能恢复到了70%到91个状态 按我心想的应该是在预期之内的 我们准备工作我们还是顺利的 然后我们在人员上班之前 我们每天我们都要做一次抗原 然后还有一次加一次核酸 然后这是每天我们上岗前必须要做的 未来的我想在我的心想中应该是可以的 有所期待的 还是很顺畅的 在物业的协助下 我们在各种资料的准备 包括递交材料 都是由他们帮我们协助完成的 今天是超出预期的 没有想到在复工的第一天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在唐食50%的情况下 还会有排队的情况 很乐观啊 因为今天的已经是超出我们的预想了嘛 根据今天的客流情况来看 我相信户序会越来越好的 部分食客表示 唐食的回归不仅仅是简单的解决吃饭问题 更象征着上海人间烟火器的归来 在楼上办公室上办 补饭自己带 然后周五如果不愿意带就点外卖 今天就是说回归唐食是特意下来吃的吗 对对对 一听到这个消息就马上下来 然后其实还蛮幸福的 关了那么久嘛 终于可以唐食了 人间的一些烟火器又回来了 对对 si 您不是说的 不阻挥 不在身边 都旺